中央气象局表示 星期一开始东北季风加冷空气南下 星期晚间到星期三的清晨 花东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摄氏17度 一直到星期五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气温会稍微回升 不过东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 而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又再增强了 天气又将会转凉 民众出门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 做好保暖的措施 相较上周太阳露脸的好天气 本周周一起东北季风狭冷空气南下 周一晚间至周三清晨越晚越冷 东半部地区进入飘雨的冬季 而温度方面 花东地区低温将来到17至19度 这一整周的天气形态 大概就是在花莲这边 银风面上面就有一些短暂的 比较银风面的降雨 雨不会太大 但是这就是银风面上 在地形受到地形的影响 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然后15号到17号 刚好受到这波冷气 东北季风的影响 慢慢地就 温度就会越来越冷 然后到明天早上可能是最冷的 然后17号 这波东北季风就会慢慢减弱 然后到18号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这一周 应该是算天气最好一天 然后温度最高的一个情形 然后19号20号 周六周日的时候 另外一波东北风会下来 不过那一波封面 不是封面 那一波东北风看起来强度 大概目前看起来 跟这一波的强度相当 不至于比这一波冷 所以基本上早晚都还是偏冷的一个情形 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 还是要加一些衣服 一直到周五 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稍微回升 但清晨夜晚人偏凉 而到了周末 东北季风再增强 天气又转凉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建议民众出门 记得适时添加衣物 携带雨具 做好保暖工作 记得蒋邦彦华联士报导 记得蒋邦华联士报导